2017-2024 Switch已经七周岁了 上小学了 最开始的小道消息说 Switch的继任者 Switch2会在今年发售 然后喜迎Switch2和全新游戏 但因为种种原因 发售时间小小延期到了 差不多明年的这个时候 这就导致 今年Switch的游戏阵容 青黄不接 不接到 我根本传不出一期游戏推荐视频 对不起 但这也完全可以理解 这个节骨眼上 任天堂本社 这个厉害的第一方制作团队 当然得把全部精力 全锚在Switch2的首发游戏阵容上 我相信明年的这个时候 大家会迎来丰收的季节的 只是今年 Switch玩家的日子是真的不好过 Switch 这个年年卖 年年有人买的时下流行掌机 终于露出了疲态 所以真的会有人想要在 Switch主机的生命末期 买上一台吗 你别说 还真有 比如我的朋友 曾经的老公一号 问我 此时卖Switch 算49年入国军吗 嗯 我们不妨一起来聊一下Switch 它值得在24年买来玩吗 如果要买 该怎么买 哦对了 如果你决定要买的话 24年和23年的情况 还不太一样 一不小心 可能会被ban击哦 2024年 2024年的Switch最大的吸引力依然是它背后这一个庞大优质又独特的游戏库 沉淀了7年 Switch的游戏库已经非常扎实 在综合评分网站Metacritic上一个游戏均分能达到85分以上 我觉得就都可以算是各自类型里的杰作了 90分就达到了当代经典的水平 在Switch上光90分以上的游戏就有36个 36个里面有11个是任天堂自己发行的 Switch独占 只此一家 而且这11个游戏应该就构成了大部分人对Switch心动的理由 马里奥德赛 洞森 马车 塞尔达传说 密特罗德 异度神剑 贝尤尼塔 任何一个拿出来都是能定义一整个世代的游戏 还有宝可梦 虽然分数拿不到很高 但人气很高 也很适合新人入坑 更重要的是 即便是硬件有些跟不上时代 这些软件本身的乐趣是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质的 2017年推出的马里奥德赛 对于在2024年第一次玩到人来说 依然是一个快乐 广阔 大胆的3D冒险游戏 有趣的创意就像沙漠里的沙子一样随处可见 能让人变回节日里正在拆礼物的孩子 马车8Deluxe 依然是现在最好的赛车游戏之一 画面艳丽漂亮 帧数流畅 而且甚至还找不到替代品 2024年也没有一个卡丁车游戏能在乐趣上和马车8相比 理论上 现在想玩 那就现在买 是完全OK的 但是有两个问题的存在是需要你去考虑的 一个是Switch 2 一个是Steam Deck 任天堂几乎亲口承认了 Switch 2会在之后一年左右推出 根据现有的传闻 我们知道 Switch 2会有8英寸的LCD 会用上英伟达的新T239芯片 比现在的Switch要强不少 最重要的是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 Switch 2会向下兼容Switch 意思是 Switch 2很有可能可以直接插Switch的卡带 可以直接下载Switch游戏 并且以一个比原版更加流畅的帧率运行 一年左右 那要不 再等等 是的 你需要再等等的时间 不止一年哦 Switch 2宣布发售 差不多等于宣告 黄牛能买了 普通人和黄牛怎么着也有个几个月的时差吧 一年多 实在是不能算短 Go补课大部分一流游戏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可以直接在性能表现更好的Switch 2上补课 只要有耐心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个问题 Steam Deck 比起遥远的Switch 2 眼前的这个黑家伙 诱惑还要更大一些 Switch在刚推出的时候 是掌机界的希望 可以把完整的家用主机级别的3A游戏 放在手里 在路上玩 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但是 现在的掌机 不再是只有Switch一个 Windows掌机 Android掌机 是个厂商就在卖掌机 多的数不过来 而且性能 Dolby还在用2015年面试的Tegra X1移动芯片的Switch 要强 在这个伤口上撒盐的 就是Steam Deck Deck能流畅运行的中等规模游戏更多 游戏库更大 游戏还更便宜 而且可以同步存档 之后在其他设备上玩 多出来1000块的价格 还是多出不少性能和功能的 如果你对任天堂第一方游戏 并不执着 并且想要玩更多 更大 更便宜的游戏 那Steam Deck 其实更适合你 当然 Deck还是多出了1000块 这意味着Switch依然是2000元价位最强掌机 没有任何掌机是Switch的直接替代 而且Deck也有自己的问题 比如最便宜的机型 屏幕色彩比较差 用起来不够家庭友好 又笨又重 外观也不够漂亮 我刚拥有Switch的时候 觉得它很漂亮 是那种喜欢玩具的那种喜欢 睡觉的时候会把它放在床头 Steam Deck 就只配出现在床底 所以如果你想玩的就是任天堂游戏 而且想要和家人朋友面对面一起玩 那Switch依然是2024年的博二之选 那么在2024如何选择你的第一台Nintendo Switch呢? Switch主要有三个版本 续航版 OLED版和Lite版 续航版其实就是现在的普通版 因为中间处理器升级提升了一下续航 取代了之前的普通版 而OLED正如其名 就是屏幕是OLED 尺寸大了一圈 边框更窄 而且色彩非常漂亮 我觉得毫无疑问 对于大部分成年人来说 OLED版都是第一选择 而且OLED有更多漂亮的限定配色版 比如Splatoon 3版和王国之类版 都挺漂亮的 只比默认配色贵100块 然后就是Lite版 Lite是小尺寸的纯掌机 不能接电视 屏幕是LCD 适合送给小孩子或者已经有一台随选的人 至于地区版本 其实只分两种 国行和其他 国行价格一样 但是游戏理论上只能玩几十个发了版号的 剩下的版本 港美日欧 只有插头不同 其他完全一样都有中文系统 那Switch游戏怎么买呢 Switch游戏有实体卡带版和数字版两种 实体版卡带极插极玩也很适合收藏 买卡带要注意是不是有中文 游戏的地区和机器的地区是不相关的 不所趋 日版机器可以插港版的卡带 反之亦然 数字版就比较像是租赁了 万一多年以后 eShop打烊了 就不能下载了 但好处是 可以同时存储多个 很方便 下载数字版游戏要做三项准备 任天堂账号 加速器和支付方式 任天堂账号可以事先在网页或者手机上注册好 然后绑定上你在机器上新建的用户 注意两个是不同的 默认创建的只是本地账号而已 加速器就有很多选择了 手机热点加速 路由器加速插件 电脑加速或者买单独的加速盒 最后支付 你的外服主机 注册外服账号 当然也需要你有一个外服的支付方式 我一直以来都是在淘宝上面买礼品卡 目前还没有出现过问题 但是不能保证你不会出现问题 保险起见还是在港服用支付宝买 新注册的话可以买一下认亏券 那是一个可以100美元买两个游戏的优惠券 还挺划算的 具体第一次买来要玩什么游戏的话 我推荐看这个up的视频 全战播放最高的Switch游戏推荐合集视频 有一点需要注意 在2024年3月之前 我们还是可以自由买卖二手卡带回血的 玩一个游戏只要十几块 甚至还能理财 但是现在这变成了一件有点风险的事情 原因就是在这个月 那个能复制正版卡带的Switch烧录卡上市了 原本每张卡带都带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证书 就像是身份证一样 插入机器 联网识别身份 正常读取 但如果这张卡带被备份过 这就跟你的身份证被人复制了一份一样 一旦同时联网 任天堂就会检测到有人在共用身份 至于封不封禁 那就看老人的心情了 这意味着即便我们自己不使用烧录卡 也很难独善其身 因为我们无从判断 一张二手卡带有没有被人多次备份 也不敢笃定 借出去的卡带有没有被人不慎备份过 现在的情况是 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风险 如果ban机发生多了 那未来就没有买卖二手卡带回血这么一说了 希望任天堂能在今年好好应对这个事儿 并且保护好明年的Switch2吧 正因为今年的情况特殊 所以这期视频算是一个更新版的Switch入坑指南 分享给想赶末班车的朋友们 看完之后如果心里还是咚咚咚打鼓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借一台朋友的Switch回来玩 现在应该很多人的Switch都是正在持绘中的状态吧 Nintendo Switch的最后一年 我正在轻点陪伴过我的Switch们 也正在考虑多收几台限定机回来 明年他们可就有收藏价值了呢 最后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